太阳公公和风波有一天吵了起来,都想证明自己更厉害。 他们看到路边走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行人, 就决定比试一下看谁能把行人的外套脱下来。 风波搏下来,他使劲地吹啊,吹起来把行人的外套吹掉, 可越吹行人就裹得越紧,好像在说,啊,你在吹啊。 风波吹得脸都红了,却一点效果也没有。 太阳公公笑着说,看我的吧。 他一点也不着急,只是轻轻地洒下温暖的阳光。 慢慢地,行人觉得热了,就主动把外套脱了下来。 太阳公公对自己的胜利感到非常满意, 得意忘形之下,他脱掉了裤子,露出了一些非常不雅观的纹身。 风波气的跳脚,瞧你干的好事,你这个笨蛋,太阳。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这个观点叫做地心说。 这也不难理解,毕竟站在地球上看天上的星星好像都在围绕着我们转。 但是早在很久以前,就有一些聪明的科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这就是著名的日星说。 16世纪的哲学家,加尔达诺·布鲁诺就是其中一位。 他不仅支持日星说,还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更惊人的观点, 那些遥远的星星其实和我们的太阳一样,都是一颗颗恒星, 它们周围也可能围绕着行星。 要知道,这可是在1500年代。 在那个时候,人们还普遍认为地球是独一无二的宇宙中, 只有我们人类。 布鲁诺的这些想法实在是太超前了, 以至于受到了教会的迫害,呵呵不管怎么说。 当时的天主教会可一点也不支持布鲁诺的日星说, 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布鲁诺的观点是对教会权威的挑战, 最终把他活活烧死在火行柱上以示惩戒。 几个世纪后,到了20世纪初科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南美洲东海岸和非洲西海岸的海岸线, 就像两片拼图一样,可以完美地拼在一起。 基于这个观察,魏格纳提出了大陆飘移的假说, 他认为地球上的大陆曾经连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巨大的超级大陆,叫做旁古大陆。 后来这个超级大陆逐渐分裂开来, 飘移到了现在的位置, 嘿,这真是个绝妙的想法。 然而魏格纳的这个想法在当时遭到了很多地质学家的反对和嘲笑, 他们无法解释大陆飘移的动力来源, 所以一直无法接受这个理论。 魏格纳在孤独和争议中度过了余生, 大约过了70年, 或者说相当于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去的一生, 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魏格纳的大陆飘移理论是正确的。 只可惜他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 因为早在多年前他就已经去世了。 1999年, 美国宇航局发射的火星气候轨道器, 本应顺利进入火星轨道, 开始他的科学探索之旅。 然而由于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 这个价值数亿美元的探测器, 最终葬身于火星的大气层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探测器上的计算机系统使用的是公制单位, 而地面控制中心的软件却使用了音质单位。 这个看似微小的差异导致探测器在进入火星大气层时, 由于计算错误而进入了过低的轨道, 最终被高温气体烧毁, 这不禁让人想起维格纳的遭遇。 科学研究有时候就是要一场马拉松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 而那些在当时不被认可的观点, 或许在未来就会成为颠覆性的发现。 不管怎么说, 这只是个开始。 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充满各种神操作的爆笑喜剧。 我们总是以为自己很聪明, 但回过头来看, 那些先贤们做出的决定, 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比如古希腊人竟然会把一个巨大的木马当作礼物送给敌人, 然后自己躲在里面偷偷溜进城里。 再比如罗马人为了所谓的共和, 竟然杀死了伟大的凯撒, 结果却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更搞笑的是, 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 人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奇葩疗法, 比如他们用毒品来治病, 用剧毒的植物来做药, 甚至有人认为只要戴上手套就能抵御严寒, 我们这个物种似乎天生就对批判性思维不太感冒。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相信权威, 相信经验, 却很少去质疑, 去思考。 为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这是一只鸭子, 还是一只兔子? 这是一只猫, 还是一只狗? 这两个橙色圆圈哪个更大? 这两个旋转的物体哪个转得更快? 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 却很容易让我们产生错觉。 我们的眼睛和大脑有时候会欺骗我们, 让我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在处理信息时, 会自动进行一些填空和美化的工作。 比如我们会根据已有的经验和知识, 去猜测想象一些不存在的细节。 这些仅仅是让我们眼花缭乱的光学错觉。 那么当我们面对真正重要的人生问题时, 如何才能看清世界的真相呢? 自古以来, 人类一直在探索世界的本质。 然而在我们求知的道路上, 总有一个强大的对手阻碍着我们, 逻辑谬误。 逻辑谬误就像是我们大脑中的蓝鹿虎, 他们常常伪装成真理, 让我们误入歧途。 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相关性谬误。 在如今这个大数据时代, 我们很容易从海料数据中找到各种各样的观念, 但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 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相烟与肺癌的关系。 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都忽视了相烟与肺癌之间的密切联系。 不过朋友小心点,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 从1999年开始, 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电影数量 和美国的溺水死亡人数之间, 竟然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尼古拉斯·凯奇的电影 导致了这些人的溺水。 这只是一个巧合, 或者说是一种伪相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常见的逻辑谬误, 启提谬误。 启提谬误就像是一个循环论证, 它用一个未经证明的结论来证明 另一个未经证明的结论。 比如有人说我拥有你的房子, 因为我有你的钥匙。 当你问他为什么有你的钥匙时, 他又说因为我拥有你的房子。 这种论证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信息, 只是不断地重复自己的观点。 在公共辩论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有些人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 会不断地重复一个未经证明的前提, 试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结论。 这种论证方式非常无力, 因为它无法让人信服。 想象一下你建议某人停止吸食, 起低忌。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 但请耐心听我说完。 这时候对方可能会这样回应, 那我接下来放弃什么鞋子水, 然后是呼吸,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这种反应就是典型的滑坡谬误。 它夸大了某个行动的潜在后果, 将一个小的改变无限放大, 仿佛会引发一系列不可控的连锁反应, 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其实改变现状是可能的, 而且往往不会导致现实的完全崩溃。 错误的二分法也是一种常见的逻辑谬误。 这种谬误将一个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选择, 迫使你只能在两个极端选项中做出选择, 比如我们要么拯救雨林, 要么拯救鲸鱼, 你决定。 这种说法就忽略了其他可能存在的解决方案, 比如同时采取措施保护雨林和鲸鱼。 还有一个让我抓狂的观点, 如果科学不能立即证明世界的所有运作方式, 那一定都是魔法。 这是什么贵逻辑? 为什么不能存在一个诚实的我们还不知道呢? 非得往玄学上靠, 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简直就是非理性学, 所以这是冰山一角。 我们的脑海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逻辑陷阱, 比如传统论证,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做的, 所以一定是对的。 虚假权威论证, 某位名人说了, 所以一定是正确的。 维基百科学者论证, 我在维基百科上看到过, 这就是这样的。 这些荒谬的思维模式就像一个个绊脚石, 随时可能让我们跌入思维的泥潭。 唯一的解药就是保持一颗怀疑的心, 对任何观点都不要轻易相信, 多问几个为什么? 也许我们还缺一些药, 开个玩笑。 但说真的, 批判性思维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就是, 有时候不参与争论才是最大的胜利。 回想一下我小时候和青少年时期, 那时对超能力可着迷了, 什么心灵感应, 心灵传动, 简直不要太信。 可随着研究的深入, 我发现这些所谓的超能力, 充其量也就是一些济世, 根本经不起科学的检验。 直到有一天, 我看了一档英国的电视节目, 彻底把我从迷信的泥潭里拉了出来, 节目里一个自称能和死者沟通的通灵师, 在那儿神神叨叨表演得跟真的一样。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 这些所谓的超能力, 不过就是一场骗局罢了。 你肯定见过这样的场景, 一个灵媒站在台上, 自信满满地对观众说, 在场的观众中有没有名字 以一开头的亲人过世的, 一片寂静。 接着, 灵媒会幻影的字母, 或者干脆说, 任何英文字母都可以。 这时总会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哦, 我认识一个名字以这一开头的亲人, 然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灵媒开始描述起这位已故亲人的一些细节, 比如, 他们告诉我他们认识你, 他们告诉我他们是你的祖父。 哦, 天哪, 是的, 那是我祖父。 哇, 太不可思议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感觉他们是因某种原因去世的。 哦, 我的天, 她是个巫师,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 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一些非常简单的技巧。 首先, 字母的选择是随机的。 在26个英文字母中, 总有人会中招。 其次, 灵媒提供的信息非常模糊。 他们告诉我他们认识你, 他们告诉我他们是你的祖父。 这些信息几乎适用于任何一个已故的亲人。 再加上一些心理暗示和冷读术, 灵媒就能轻易地让观众幸福。 最有趣的是, 这些鬼魂总是能提供一些非常具体的信息, 比如, 她是个巫师, 但却只能记住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这难道不矛盾吗? 如果真的能和鬼魂沟通, 为什么不能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呢? 其实这只不过是灵媒的一种表演技巧。 他们善于观察人的表情、肢体语言, 并根据这些信息来调整自己的话语。 再加上人们对失去亲人的思念和对未知的恐惧, 就很容易让人们相信这些所谓的灵媒。 嗯, 要么这个人真的在和死者对话, 这将彻底改变现代科学, 要么这个混蛋在利用那些为亲人哀悼的脆弱人群, 而且他是为了赚钱。 这句话说得太对了, 这简直就是对人性的侮辱。 我以前也曾对那些神秘学灵异事件充满好奇, 但自从亲眼目睹了那些灵媒的表演, 我才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超自然力量, 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他们利用人们对失者的思念, 以及对未知的恐惧, 编织出一张张美丽的谎言, 这种行为真的很恶劣。 他们不仅欺骗了那些相信他们的人, 还破坏了科学的权威, 更重要的是, 他们伤害了那些正处于痛苦中的人。 想象一下一个失去了亲人的悲伤者, 满怀希望地去找灵媒, 结果却发现自己被骗了, 这种打击感有多大。 从来以后, 我再也不能对那些声称自己拥有超能力的人抱有任何幻想。 每次在聚会或晚餐时, 听到有人说起宇宙能量, 前世今生之类的话, 我都会感到一阵反感。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相信这些毫无根据的东西。 这让我意识到, 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故事听起来很动人, 或者因为很多人相信它就盲目地接受。 这种经历也让我对那些利用人们的恐惧和无知, 牟利的骗子产生了极度的厌恶。 它们不仅是道德上的败类, 也是社会的危害。 我真是受够了, 那天和朋友聚餐来了个新面孔, 它一看到我不吃肉就来了兴致。 既然你这么关心动物为什么还吃奶酪? 我当时只想赶紧结束这个话题, 随口应付了几句, 没想到它却越说越起劲, 你根本就没做出什么改变, 你只是想显得比别人高一点。 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 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逻辑谬无误, 将素食主义者贴上道德优越感的标签, 以此来否定他们的选择。 这种观点不仅无理, 而且很幼稚。 首先, 饮食选择是个人的自由, 每个人都有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做出选择。 我选择不吃肉是因为我关心动物福利, 也处于健康考虑。 这和道德优越感有什么关系呢? 其次, 素食主义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 没有人一开始就能做到完美。 我承认我还在学习如何更健康, 更可持续的饮食, 但至少我正在努力。 最后将素食主义者妖魔化, 只会阻碍人们对动物福利和环境保护的关注。 每一次这样的对话都让我感到沮丧, 为什么人们总是那么喜欢对别人的选择支支点点? 为什么不能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 也许我们应该更关注自己的生活, 而不是去评判别人。 在我想象的自己是佛教僧侣的宇宙里, 我曾对一个吃肉的朋友脱口而出, 去你的吧, 你到底是谁? 这番话彻底破坏了晚餐的气氛。 几个月后我们冷静下来, 心平气和地聊了聊, 他告诉我他的室友总是因为他吃肉而对他大喊大叫, 所以潜意识里他把我归入了同一类人。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 我曾认为那些不认同我的科学观点的人 一定都是骗子, 这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偏见是多么容易滋生, 又是多么容易伤害别人。 我们往往会根据有限的信息, 对他人做出武断的判断。 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 他只是因为我吃素, 就给我贴上了道德优越者的标签。 其实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我选择吃素, 他选择吃肉, 这都是个人的选择。 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观点不同而互相攻击, 通过这次经历我明白了沟通的重要性。 当我们遇到分歧时, 与其一味地指责对方, 不如静下心来试着去理解对方的观点。 我也意识到, 多元化是这个世界的常态。 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别人,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都有自己的想法和信念。 这个世界就像是一座花园, 不同的花朵争奇斗艳, 共同构成了美丽的风景。 突然发现观点的争论往往是场拉俱战, 每个人都坚信自己是对的, 哪怕观点再离经叛道。 更糟糕的是, 一旦有人挑战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自尊心就会受到威胁, 让我们变得固执己见, 就像一座雕像固守着自己的立场。 回想那次不愉快的晚餐, 如果我能放下自尊心, 试着理解对方的情绪, 或许结果会完全不同。 一句简单的, 你看起来有点生气, 或许怎么了? 或许就能打开沟通的大门。 自尊心就像一把双刃剑, 它能给我们带来自信, 但也能让我们变得脆弱。 当我们的观点受到挑战时, 自尊心会让我们本能地进行防御, 甚至不惜采取攻击性的姿态。 我们常常会陷入鸽子和雕像的两种状态。 当我们像鸽子一样温和包容时, 我们更容易与他人建立联系。 但当我们像雕像一样固执己见时, 我们就会与他人渐行渐远。 世界太复杂了, 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事情都了如指掌。 与其固执己见, 不如敞开心扉, 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 毕竟沟通是解决分歧的最佳途径。 找到那份, 好吧, 火鸡你看起来有点生气, 我们聊聊吧, 给勇气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们常常发现那些坚信自己正确的人, 往往是最缺乏自知之明的人。 这种愚蠢的表现之一就是固执己见, 拒绝承认自己可能错了。 苏格拉底曾说过, 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 这种谦卑的态度让他成为了西方哲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通过不断地提问引导人们思考, 而不是妄下结论。 相比之下, 迪欧根尼则是一位极端的个体主义者。 他曾在大统里生活, 以乞讨为生, 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 他或许是一位思想的激进者, 但他的行为方式却难免有些偏激。 我曾以为自己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 但当我在一场争论中脱口而出去你的时, 我意识到自己更像是一个帝欧根尼。 我试图通过攻击对方来维护自己的观点, 却忽略了对话的艺术。 如今我更愿意像苏格拉底那样, 以谦卑的态度去倾听, 去思考。 毕竟承认自己无知, 并不丢人, 反而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作为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 人类却拥有动物界中最脆弱的婴儿。 小长颈鹿出生几小时就能站立, 而我们却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蹒跚学步。 这种脆弱性让我们对父母的依赖远超其他动物。 父母的关爱是我们生命最初的阳光, 他们不求回报地照顾我们, 保护我们, 教导我们。 还记得小时候的自己吗? 那个只能躺在摇篮里, 只能喝奶的小家伙, 正是父母的悉心照料, 才成长为今天的自己。 这种无私的善意是我们人类得以延续的基石。 这种善良不仅体现在亲子关系中, 也体现在我们与朋友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互动中, 正是因为有无数这样的善意人类社会才能如此丰富多彩。 这种善意或许源于我们的基因, 或许源于我们对同类的共情, 无论如何它都是我们人性中最宝贵的一部分。 我常常感叹欠父母的实在太多。 这种债务不仅是物质上的, 更是情感上的, 或许无法完全报答父母的恩情, 但可以将这种善意传递给下一代, 让爱的火种生生不息, 敬那些无私奉献的父母, 敬那些温暖人心的善意。 你知道吗? 在遥远的格鲁吉亚科学家们发现了一块古老的下颌骨, 它的主人一个直立人, 生活在两百万年前。 这块下颌骨上除了孤零零的一颗牙齿, 其他牙齿早已脱落。 想象一下, 一个年迈的古人类, 牙齿几乎全部脱落在那个野蛮的时代, 它该如何生存。 答案是, 它得到了主人的照顾, 它们或许会将食物咀嚼得更碎, 然后喂给它。 或许它们会为它搭建一个避风港, 让它免受风寒。 这块下颌骨不仅是一句化石, 更是人类情感的见证。 它告诉我们, 早在人类出现之前, 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懂得关爱彼此。 它们或许不会用语言表达爱意, 但它们的行动却饱含深情, 两百万年前有人为它吃东西。 这句话让我感到无比震撼。 它让我意识到同情心, 关爱并不是人类文明的产物, 而是根植于我们基因深处的本能。 当今社会, 我们常常为快节奏的生活所困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冷漠。 但当我们回望过去, 看到我们的祖先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 依然能够彼此关爱, 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自己, 反思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我常常想象在篝火摇曳的避风锁, 我们的祖先们围坐在一起。 它们仰望星空, 心中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敬畏, 那个时候还没有理性、 法律、历史这些概念, 更别提袜子了。 它们能做的就是分享白天的狩猎故事, 或者编织一些神话传说。 它们能想象未来吗? 或许不能, 但它们一定能感受到爱、 恐惧、喜悦等情感。 这些情感是如此的原始, 而纯粹却又如此的熟悉。 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 向它们展示我们今天的世界, 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飞驰的汽车, 无处不在的网络, 它们一定会感到震惊和困惑, 但或许它们也会在我们的科技文明中 看到一些熟悉的东西, 比如人们之间的互助与关爱, 比如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 或许在两百万年前, 它们就已经种上了同情心的种子。 这种种子在漫长的岁月中, 生根发芽, 出了顺利的花朵。 当我们感叹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时, 也不要忘记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都是从那些围坐在篝火旁的祖先那里 继承了生命。 它们虽然生活简单, 却拥有着纯真而美好的心灵, 它们是否也曾对未来感到迷茫? 它们或许无法想象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科技, 但它们一定也曾担心过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享受着文明的果实, 但同时我们也背负着巨大的责任。 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刻地意识到 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我们曾以为科技会解决一切问题, 但核武器、气候变化、 人工智能等问题一次次地提醒我们, 人类的力量是有限的。 我们就像是一艘 史乡未知海域的船, 前方充满了迷雾和暗礁。 我们曾以为人类会不断进步, 但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进程并非一直向上。 战争、瘟疫、自然灾害, 这些黑暗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人类。 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未来? 我们是否应该对人类的未来感到悲观? 不,我不这么认为。 我们的祖先们在面对种种困难时, 依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他们用智慧和勇气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代, 同样拥有着无限的潜能。 我们应该保持乐观, 但也要保持警惕。 我们应该珍惜当下, 但也要为未来做好准备。 或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我们也会成为历史书上的一页。 但我希望, 当我们的后代回望过去时, 他们会为我们感到骄傲。 如果说智慧和技术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双异, 那么善良就是我们心中那颗永不熄灭的灯塔。 我们的祖先在面对恶劣的环境和未知的恐惧时, 正是靠着内心的善良才得以生存下来, 并不断繁衍生息。 他们的骨骼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故事。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人类不仅获得了智慧, 还发展出了同情心、互助精神。 这些宝贵的品质让我们从动物界脱颖而出, 建立了复杂的社会体系。 我们注定会犯错, 因为无知是人类的天性, 但善良却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基因之中。 它让我们懂得关爱他人, 让我们愿意为共同的利益而奋斗。 有人可能会质疑善良是否真的如此重要。 他们可能会说这个世界充满了竞争, 只有强久才能生存。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历史告诉我们, 那些只顾个人利益, 不顾他人死活的文明最终都会走上衰落。 善良不仅是道德的呼唤, 更是生存的智慧。 一个充满善意的社会才能迸发出更大的创造力, 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 所以让我们共同努力, 让善良成为我们生活的主旋律。 让我们用行动证明, 人类不仅是地球上的主宰, 更是爱的传播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